1948年11月2日,辽山战役胜利结束,东北全境解放。 东北解放后,华北的国民版副作义集团,立刻处于东界和华北军区,130余万部队的战略夹击之下,可谓压力巨大,竟火炸不保息。 正因如此,辽省战役之后,蒋介石曾经多次要求副作义率领部队放弃华北,撤退到江淮地区,很多人也都想副作义提出了类似的建议。 但副作义就是不同意拿撤,这又是怎么回事呢? 首先,副作义当时控制了五十余万部队和北平、天津的华北大城市。 按照十则为之,五则攻之,卑则战之的战争习惯,副作义认为,自己完全可以在华北坚持,没有必要向南撤退。 其次,当时蒋介石,副作义都认为,冬夜的大战之后,肯定要休养很长时间才能入关,有时间扩充华北国民导军和加强防御。 就算最后无法接手,副作义集团认为,也有时间在冬夜入关前南撤。 第三,副作义南撤的路线有两桥,一是海域南撤,二是江河北,沙东的陆路南撤。 当时,国民党没有能力,叫副作义五十余外部队,全部从海陆撤退,而陆路南撤,则要经过解放军主力的控制区域。 另外,国民党军试试封建军阀军队,反动派政权也是民心建石。 当时,国民党军根本无法脱离大城市和主要道路作战,如果副作义大规模难撤的话,五十几万国民党军,很可能会在途中崩溃。 最后,副作义不是蒋介石嫡系,而是进隋军出身,势力根基在隋元省。 如果撤退到南方,副作义就会变成任由蒋介石处置的物根之木。 之前的多个国民党军方,都是这样被蒋介石消灭的。 正因为有这样的担心,蒋介石放弃荒北,向南车退的要求,遭到了副作义的强烈反对。 而蒋介石当时已经没有条件强行让副作义服从自己,南车的想法只得不了了之了。 优优独播副作义 优独播副作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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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独播副作义